娘早逝 爹死前 还给我留了个赌债的烂摊子 赌方来讨债 占了我家的房 还将我卖进了天香楼 我势单力薄 无处逃离 想着比起被大汉拎去撕磕子 留在楼里倒好多了 这里的美人环肥艳寿 穿着轻盈的薄纱 在阁楼起舞 我出入楼 穿着粗布麻衣 又黄又瘦 姑娘们瞧了我一眼 又面露不屑地一开视线 我琴棋书画不会 又没学识 教习的管事打量了我一番 然后喊了个姑娘 教我几个跳舞的动作 可惜我身子板硬的 根木棍似的 简单的动作做起来 也滑稽可笑 动作一错 竹条子就朝我身上挥来 啪啪地脆响 在我身上留下道道深红印子 管事不通情理 归宫各个面上 学不好舞姿就不给饭吃 连休息的时间都让我去做些端茶倒水的活 只有夜间睡觉的时候 我才能埋在被子里掉两滴眼泪 天还未明 我就被人喊起来去做事 我学不好舞 又面黄肌瘦 没有客人看得上 变成了楼里最下等的人 被人喊东喊西连轴转 我原以为自己要在楼里蹉跎一辈子 结果送水的间隙被劳宝喊住了 他那打量货物的眼神中又多了几丝探究的意味 我心下紧张 忙朝他讨好漏笑 老宝嘴角一勾 道 你倒是个走运的 我没听懂 但还顾不上多想 归宫便上手拉我朝外走 门外的确站了个人 穿着一身淡蓝布衫 整个人瘦瘦的 他站在风中 我都担忧他 被风吹倒了 他应当是生病了 面色看起来比楼里涂了脂粉的姑娘还白 果然 他同老宝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一句话咳嗽了得有两三声 看起来说话都很费力的样子 我眼睁睁看着他递给了老宝一个钱袋子 老宝颠了颠 又到处来看了一眼 钱袋子很重 我看得眼酸 但他穿着朴素 并不像是很有钱的样子 莫非他是哪个有钱公子的仆从 可哪个公子会让一个病奄奄的仆从出来做事呢 他已经来到了我面前 很自然地拉上了我的手 扯着我朝前走 我已经把你赎走了 可可 你得跟我走了 不用害怕 我不是坏人 他说一句话 咳嗽了好几声 看着就很费力的样子 我替他担忧 他还不如留着钱给自己买药呢 还来担心我 我犹豫了下还是问他 你买药了吗 他疑惑道 什么 看吧 要都忘了买 都还记着娶媳妇呢 我轻轻正开他的手 变成搀扶着他的姿势 不好意思道 既然你买了我 那我就是你媳妇了 你不要将我卖了 我会照顾好你的 他的脸色很复杂 最后轻轻嗡了一声 他的确不是有钱公子的仆从 可他也确实没有很多钱 出了天香楼 他走到路口拦了一辆牛车 朝车板上铺上宿卷 然后让我坐在上面 我很不好意思 本来只想坐一半 谁知道车子突然一颠 一屁股将它坐了个岩石 车子摇摇晃晃起乘了 我抓紧旁边的隔板 一手扶紧了他 我实在担心 他咳嗽不停 不知道身子骨能不能受得了 他原本靠在隔板上 可木板太硬了 我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偷偷将身子朝他那边斜 抓住他的胳膊 将它往我身上扯 虽然我也瘦得跟木板一样 但靠在我身上 总比木板上软些 他像是发现了 努力坐正身子 可架不住我的强硬 最终身子朝我这边歪斜 我仔细在脑海里搜索有关他的印象 无果 于是问他 你认识我吗 他点点头 又添了一句 但今天是第一次见 你应当不知道我 我呕了声 虽然不认识 但我很感激他 天香楼离他家并不远 我才知道 他家就在我家的隔壁村子 他带我回家的时候 家里人明显也不知道 婆母很生气 他偷跑出家 连带着看我都不善了起来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 走也不是 站也不是 他暗示性地看了我一眼 我以为他让我摆明身份 于是鼓起尽叫了一声 娘 一屋子人都惊了 他很羞涩地来拉我进屋 小声跟我说 我娘是嘴硬心软 可 你直接进屋来就行 我害羞地点点头 没想到会错了他的意思 直到了声 哦 一行人站在堂内 还是他先开了口 娘 他是隔村赵大叔家的女儿 之前咱家和他家商量过的事 如今他不在了 秀秀被人卖进了楼里 我打听过了 将他赎了回来 可可 我觉着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比较好 你之前不是不愿的吗 如今又 婆母欲言又止 她的脸色很不好 应当是不愿意的 只是当着我的面 不好拒绝 她看了我一眼 我哆嗦着垂下眼皮 往人身后靠 婆母最后说了句 你大了 别胡闹就行 钱既然也花了 就随你吧 他很轻地应了声 然后拉着我朝他屋里走 我很紧张 脸都红了大半 我还没准备好呀 我正开了他的手 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花了银子 赎我去当媳妇 我该怎么拒绝他呢 于是我挽住他的手道 我会照顾好你的 明日我给你煎药做饭 我眨巴了两下眼睛 又道 再等等好吗 我还不适应 我的声音越来越低 他的耳朵也红了 背对者 拉着我走 我以为他还要坚持 轻轻叹了口气 发现他的脚步更快了 他急不可耐地推开房门 然后丢开我的手 从箱柜里拿出铺盖和被子摊在地上 收拾完后 从箱柜里拿出铺盖和被子 摊在地上 你睡床上就好 我嗡了声 抚了抚发烫的脸颊 哎呀 原是我误会了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于是侧过身来 使进桥地上的书生 暗色浮沉 窗子紧闭 月色也倾泻不进来 书生将自个埋进被子里 使劲儿憋着咳嗽声不透过来 安静的夜 细细的布料妈撒声 实际上十分明显 于是我抖开薄被 轻轻下了地 脚踩着鞋子朝书生那边走去 一手轻拍着他埋手的被子 小声唤了他一声 相拱 不如你睡床上吧 他隔着被子摇了摇头 沉闷的声音传出来 是不是我吵着你了 没有啊 我拉开他被子的一角 露出他的脑袋 让他得以出来透透气 黑亮亮的瞳孔露出 他抓紧了余下的被子 语气羞涩紧张 催我回床上去 我沉默不动 感受到他周遭热浪腾腾 额上已然进出细汗 正细微喘息 想来他方才是憋得紧了 于是 我使劲扒开他身上的被子 和他躺在一起 我其实是热得紧了 想躺地上凉一凉 还有 我半夜睡觉老沉了 什么也听不见 相拱 你就去床上睡吧 书生是极容易害羞的 他当下从地上站起 抱着被子枕头丢到了床上 我麻烈地帮他将地上收拾干净了 将他挤到床边 相拱 脱了外衣睡 这样舒服些 他自知拗不过 一言照作 躺上床后 他紧贴墙壁 恨不能离我老远 是个支离手里的人 我也不再逗他 眼见天色已晚 奔波了一天 也该好好歇息了 书生闷闷地喘息着 始终平复不下来 我翻了个身对着他 撑着手肘 问他 相拱 你怎么了 我在身边你睡不着 不是不是 只是你日后别再叫我像拱了 叫我魏珍变好了 他话里夹着浓重的修意 我硬下了 想着赶紧睡觉 好了魏珍 赶紧睡吧 次日 我老早就醒了过来 睁眼往旁边一瞧 魏珍还在睡觉呢 只不过 他的睫毛抖啊抖 都快忍不住要掀开眼皮了 想来是不好意思面对我 便故意装睡 我有心逗一逗他 轻喊了他声 相拱 他的睫毛又抖一抖 脸皮开始逐渐运上红衣 我对着他的脸吹了一口气 醒了吗 看他装睡到几时 我盯着他的脸 仔细瞧来 倒是俊俏得很 面皮白 鼻梁挺 我索性不装了 凑近他的脸 呼出的气吹在他的脸上 我醒了 不过他话说出 眼睁开的同时 我已经一嘴亲上了他的眼睛 软软的睫毛扫在我的唇上 痒得我心难耐 清点几里 我一翻身 从床上滚下去 书生激动得咳嗽不止 我正要说些话来逗一逗他 门外传来动静 面如菜色的婆母站在屋门口 目光直视我 恨不能直接出口骂我是个不知羞的人 我立刻站好 垂下头来 装出一副乖巧的模样 以后别 别这样 未真苍白的脸浮上薄红 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我这才直起身子 将床榻整理一番 又出门去给他准备洗漱的东西 在婆母的眼皮子底下 尽心伺候他 一番动作 婆母才算觉得没白花了钱赎我 家里就他们三人 平日的生活也不富裕 天生未真 花了五两银子将我赎了过来 这不算是个小树木 我也值不了五两 这位真倒是个鼎鼎善心的人 因为一段口头上的婚约 竟真的愿意花钱来赎我 婆母看我如敌人 公公见了我 面色也不大好看 想来他们都觉得这是亏本生意 可我现在也无处可去 只能顶着他们灼灼的目光 在饭桌上尽心事后喂真 给他夹菜 擦嘴 喂水 见我如此热络 婆母和公公的脸再不好看 也不能说些什么 秀秀 你别忙活了 坐下歇歇吧 我刷洗了碗 要给喂真煎药 以前这是婆母的活 现在都落到我肩上了 自小也不是什么大家千金 脏活累活做过不少 煎药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我回了喂真 没关系 不用心疼我 又是一阵急促的咳嗽声 她是真的不禁斗 可我就是想讨好她 让日子好过一点罢了 等我将温热的药递到味真的嘴边时 她的脸色瞬间扭曲了 我嘴角上扬 怕苦吗 她摇摇头 捧着碗一饮而尽 等她咽下最后一口苦药 我朝她嘴里塞了个东西 很快 糖块在她嘴里化开 她的面容渐渐舒展 那 哪来的 不告诉你 哪能告诉她呀 这是我在天香楼的时候 教我跳舞的姐姐给我的 不敢提 害怕她想到那五两银子 突然后悔 这时候是农忙时节 家里却只有公公一个人下地干活 婆母去地里帮忙 留我在家里照看着魏真 倒真没亏待这个儿子 家里买了文房四宝 书籍也有几册 我将吃饭的桌子抬到院里 魏真就在上面抄书 下笔不重 写的字捐秀工整 许是身体不好 没有太多力气 我探头看也看不明白 魏真原先还遮遮掩掩防着我 后来知晓我不认字 到大大方方摆明了 我将家里转了一圈 翻了些针线出来 比着魏真的鞋子大小 给她捏了双鞋底姿 公婆一向以儿子为重 我线下还是讨好魏真 比较重要 她摆弄着鞋底姿 看着挺满意的样子 我又免不了一段自夸 魏真 我绣得挺好的吧 你要是娶了我 这好手艺可就是你家的了 她沉默了下来 语重心长地对我道 我 我不会娶你的 我拧起了眉毛 心想 这是果然还是得慢慢来 于是和她打着商量 那你先别赶我走 等我有活路了 再走可行 我不会白吃白住 我伺候你 等赚钱了还你赎身钱 行吗 天香楼不是个好去处 她已经发善心赎了我 又没有什么理由再养着我 我这相纠结着 却听见她温温柔柔地道了声 好 既然魏真不会娶我 我也没必要去贴着她 但家里房间实在不多 于是夜间睡觉 我还是只能和她同睡一屋 体谅着她身子弱 我打了铺底 关了窗子 我晚上被热得受不了 又整晚被魏真的咳嗽声吵醒 我心说 魏真不娶我还是挺好的 她这样子一天两天还好 久了谁受得了啊 第二天一早 公婆下地 我依旧在家里操持着 我心里念着要赚钱养活自己 还要还魏真的赎身钱 隔三差五 同隔壁的婶子聊天 打好关系 然后跟她借了针线 绣了些帕子要去卖掉 可去镇上是件难事 我一刻都离不得魏真 就害怕我已不在 她出了什么岔子 我难辞其咎 头两回拖了去镇上的大娘帮我卖掉 每次要给她两文的跑腿钱 隔了半个月 我才挣了三十几文钱 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而且我的帕子也不是每次都能卖掉 时兴的花样总是在变 我不知道大姑娘小媳妇喜欢什么样式 什么颜色 我须得亲自去街上看看才行 可魏真又离不得人 实在让我欲结 我每天不停地感知着帕子 在家门口观望着谁要去村口坐车到镇上 然后拖着他们带去卖 这也不是时时都有的 况且别人也没那个闲差去帮我 并且这是费时间和口舌的 要给他们说高价格 他们才愿意帮我卖掉 魏真的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 她近日来病情稍微减轻 咳嗽都不那么频繁了 我一面希望她早点好起来 这样我就不用时时看管着她 但是一面又考虑到她一好起来 我就更没用处了 被赶走也说不定 我心里藏着小心思 魏真那么聪慧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她问我 你想出去 我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一脸纠结 她放下手中的笔 在屋檐下伸了个懒腰 说 那你就出去吗 你又不是我的丫鬟 说的是这个道理 我的身器她已经还给了我 我的确是自由身 但是 我现在在她家白吃白喝 如果还不照看着她 实在问心有愧 但是我不出去 什么时候才能赚到钱呢? 你的帕子呢? 不是整天在绣吗? 我看看 我递给她一副绣着牡丹的帕子 针线算不得很细密流畅 我太着急赶工了 细枝末节就没有很注意 她撵起来左瞧右瞧 勉强说了句 还不错 我叹了口气 收拾着自己绣的帕子 却见魏珍放下了手中的笔 站了起来 她拿着自己抄写的一摞纸 整齐理好 喊我过来将桌子抬回屋里 这日头还早呢? 寻常时候 她都写一个下午呢 这才多大会儿就懈怠了 我问她 不写了吗? 嗯 不写了 去书寺给老板交稿 老板在哪里? 我随口问了一句 她似笑非笑地盯折我 哼了一声 我才反应过来 镇上才有疏似啊 惊喜来得太快 我当下头晕乎乎地 夸赞的话随口而出 魏珍 你真好 你是个大好人 大善人 嗯 行了 咳咳 得了 魏珍又开始咳嗽了 我就知道 她不惊跨 江门一锁 魏珍带着我朝村口走去 来往的视线落在我们身上 更多人猜疑我是谁 魏珍不做解释 也不理那些玩笑的声音 带着我上了牛车 一路颠簸 我将自己的手帕垫在牛车板上 示意魏珍坐上去 不要将衣裳弄脏了 一会儿进了书寺不好看 我解释了一句 然而魏珍瞧了瞧我 又瞧了瞧帕子 挪开了视线 我心说 这帕子也小 又不能将我要卖的帕子垫在屁股底下 于是我自己收拾收拾坐上了 我觉得她身子大好了 但是手臂还是不自觉地伸到她腰后头 帮她挡着硬隔板 这么看来 就像我在环抱着她 车上的视线古怪了起来 有人开始调笑 说我不知羞 搂着个大男人 也太滑稽了 魏珍这容易害羞的劲儿 当下脸上又白又红 小声朝我说 让我撒开手 我不理她 只说 你要不好 我帮你挡一下怎么了 这么一说 好像车上的人又误会了 魏珍别开脸 我兴兴地撒开了手 一到镇上 我便开始搜索着可以摆摊的地方 街上行人往来 小贩叫卖的热火朝天 看得我眼热起来 但还是先跟着魏珍进了一间书寺 她握着手稿 同老板交谈 我在外面等着 看见老板给她结了一半的稿费 足足有半两银子呢 魏珍将碎银子放在荷包里 一扭头瞧见我在探头张望 说 你先去卖帕子 等下我去找你 我点点头 心说她想支开我呢 不过倒也无事 不如早先卖掉我绣的帕子 我赶紧跑开 选了个位置 吆喝着叫卖 却见来买的人寥寥无几 好不容易有个人来看 却年起帕子嫌弃地说 针脚别脚 橙色不新 花样子也不好看 另一人附和她说 别在这呆了 去绣房看看 三三五五的人结伴 朝着东边的小巷子里走去 我赶忙收拾了东西 背着筐跟在他们身后 却见一个浅巷子里 织起一个门面 卷帘上写着绣房二字 里面有好些姑娘妇人 围坐在一起交流绣法 技法娴熟 柜台前一个妇人 看来是主事人 问我 姑娘 有什么事吗 我当即扬起一个笑脸来 老板 我能来绣房做事吗 递上我的绣品 她仔细瞧上两眼 态度十分温和 有些底子 只是绣得不够细致 你要想来 随时都可以来呀 咱们大家一起学习些绣法 帕子没卖一条 我在绣房请教了好几个妇人 如何弄些绣法上的巧思 后来当作学费 将这帕子全送给他们了 看着日头逐渐落了下来 我急匆匆告别了他们 寻着原路折返 到了书寺门口 却见魏真抱着一打马指 手里还有一块包着的黑燕 坐在门口干等着 我不好意思地道歉 说回来晚了 赶紧接过他手中的东西放进篮子里 魏真探寻的目光看来 你的帕子卖光了 我放置好他的东西 回他 没有啊 我都送人了 你倒是好大方 我叹了口气 背起筐子 哎 没办法呀 卖不出去 只能当学费 让别人教我几招 魏真没说话 走下台阶 手朝我面前一伸 掌心赫然是一小块糖 我一挑眉 推将回去 我又不喝药 他手底唇 倾咳一声 我又不怕苦 化罢 自顾引着我朝前走 风渐渐吹了起来 牛车一路朝前奔着 竟有些微凉之意 我脸皮一贯是厚的 看见风一吹 魏真就咳嗽不止 脸色红红白白的 当即将他拉靠在我身上 环抱着他 他欲要挣脱 我便将筐子搁到他怀中 挡住旁人的视线 好不容易到家了 魏真的爹娘还没回来 我庆幸地搁下筐 将里头的东西拿出来 不知是不是吹褶了风 却见魏真的脸色有些差 手指贴上他的额头 竟然出奇地热 想来是发热了 我赶紧生火 烧热水给他喝下去 将被子悉数盖在他的身上 结果他咳嗽得更用力 恨不能将整个肺都渴出来 这陈年暗病 全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治好的 如今又阴着出门一趟 更加重了 我急得要哭出来 闹他这身子也太弱了 眼看他爹娘要回来 他却稍迷糊了 话都不能说 魏真 你醒醒啊 他迷迷糊糊地嗡了一声 就没了动静 魏真爹娘 原先就看不上我 只靠我照看着他 才留我下来 如今他这一病 当下就来问我的责 我如实相告 愧疚不已 魏真的娘指着我额头来骂我 已经是眼泪直流 哭骂道 你可真是个扫把星 既熟了你 怎么还赖着不走啊 天来祸害我儿 我被说得甚是难受 泪水也滴落在袖子上 魏真的爹来做调和 让我赶紧去寻村里的刘晗 他曾在镇上的药堂里帮忙抓了两三年药 会看些寻常病 我应了声跑出去 天色已晚 本就不大熟悉村里的情形 我被绊倒好几回 好不容易到了 那人却刚巧不在家 我浑浑噩噩地回去 魏真的娘目自欲裂 趴在她的床头哭得不能自已 我只抓着魏真往日的药膳 升起火来 架上药罐子 熬成一碗药汤 要灌进她嘴里 却全都顺着嘴角留下 白日里 她塞到我手里的糖 我又塞进她的嘴里 糖慢慢含话 她却不见醒来的迹象 魏真的病是娘胎里带来的 自小体弱 全凭药膳吊着 沉磕已久 不禁磕碰 也不能受冷受热 后来的两次病情加重 全都是因为我 我自知有错 勤勉照看她 不眠不休地给她煎药 擦洗 喂水 魏真的娘自然看不上我 不许我离她儿子近了 但他们两人照看不来 我得了空 就前进屋子 手遮她整晚 实在熬不过的时候 就趴在她的床边小睡一会儿 一门之隔 魏真的爹娘眼见儿子似有醒不来的意思 不觉心肠也冷了下来 我听见他们在合计 若是魏真真醒不来了 就要我下去陪她 她不是上赶着要做我魏家的媳妇 那就满足她 我的心揪了起来 又惊又怕 装作无视的样子 跑到了造坊里 看着放在台子上的瓷碗 我觉得自己就如同她一般 看着骨头是硬的 其实一摔就碎 生命多脆弱呀 我是个俗人 贪生怕死 我实在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 几日来 我们三人轮流守着未真 不过我一向是偷偷来看她的 趁着她爹娘睡熟的时候 我在她床前磕了三个头 眼泪流出来 滴到了地上 又淹没在土里 我是又愧疚又害怕 又难过又纠结 房里暗得很 只有一盏油灯在弱弱地燃烧 就像魏真的生命一样 稍微有点风 就像要消失一般 我凑到她的面前 压低着声音 道出我的软弱之鱼 别怪我 我也怕死的 我如今走了 这世上就多一个人活 多一个人记挂着你 我会时常念着你的好 冯清明给你烧纸的 我已经想好了 今晚连夜逃到镇上 去绣房先躲一阵子 若魏真真死了 我定是要再送一送她的 也不枉她花了钱将我赎出来 还待我很好 我将包袱扛到肩头 转身 决定不再留恋 刚踏出半步 就发觉有一股拉扯的力道 紧接着 一双手扣在了我的肩头 我心里咯噔一下 视线向后下方一斜 却见魏真的爹娘正好好的趴在床边睡着 丝毫没有要醒的动静 我瞬间反应过来 眼泪比声音掀出来 魏真 魏真 你终于醒了 她这么病弱的身子 竟然从床上坐起来 还伸手拽我的包袱 我从桌子上拿起油灯 凑近她的脸 仔细瞧了瞧 除了脸色发白之外 没见有什么怪异的地方 我问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她的视线直直地看过来 摇了摇头后 却道 你不是要走吗 哪里要走了 怎么能说是走呢 我准备去镇上 给你寻个大夫看看 你睡了好几天 我都担心坏了 确实不能说是走 我是要逃命啊 她又看了两眼我背上的包袱 问 那怎么还背着包袱 现在路上没人 我害怕 让她陪着 我有安全感 她嘴角敏紧 面上很不高兴的样子 又突然犯病似地咳了两声 压低声音附在我耳边道 哦 我现在有点不舒服 你去寻大夫过来吧 为真说完 便半撑着身子 坐在床上看我 显得有些阴郁 我不大明白 她是真的难受还是假装的 本来要洒脱一点走的 但如今 看她淡如黎白的面色 惨白的嘴角 还是有点不放心 再说 附近哪有什么医术高明的大夫来治她的病 索性就在当一回善人吧 我撂下包袱 给她倒了碗水 上海有些温热 勉强支起一个嘴角 我对她说 我看你刚醒 还能坐起身来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这么晚了 大夫也都睡了 明日我再带你去镇上看病 线下抓的药还有 我去给你熬碗药膳 你喝了继续睡吧 秀秀 我不用喝药了 为真语气淡淡 不过面色好看了一点 不至于搭了着嘴角 不想喝药了 你若觉着自己好些了 那便不喝了 要不要如厕 我扶着你去 去了回来继续睡吧 魏珍一听这话 似乎带着淡淡的哀伤 眉间又促紧了 她欲言又止 咽下腹中 最后只轻轻道了声 嗯 我扶着她下床 她动作缓慢 努力撑着身子 不将全身重量压在我身上 我俩这来回走一遭了 她爹娘还好好趴在床榻边睡得死沉 这几天照顾我 辛苦你们了 魏珍看着趴在床边的二老 有感而发 不过她一说这话 我就难免想到她娘如何对我遗止气势 又是如何盘算着要将我弄死 这么一番响 就打了个哆嗦 照顾魏珍我不觉得辛苦 她母亲的狠心 倒真让我难以应对 我是下定了决心不能留在这里了 我扶她躺下 给她掖了掖背脚 就准备熄了灯 让她歇下 油灯燃了半夜 烛黄的光影悠悠晃晃 我弄灭了火之后 才轻轻拎起我的包袱 准备不发出一点声音 悄悄地走 谁知魏珍竟喊了我的名字 秀秀 明天你会带我去镇上看大夫吗 我继续扯谎 啊 会的 我刚好去镇上有事 快别说了 睡吧 我轻抬步子 移到门边 魏珍又说话了 我不是很困 今晚你睡在床上 好吗 怎么会好呢 接着我便听到一阵稀疏的声音 一道黑影站了起来 是想要下床的魏珍 我这才发觉魏珍的不对劲儿 他自醒来 便一副异样的样子 还说自己不想要喝药了 难道是觉得自己这病没救了 必死无疑才做着反应 还是说 他听到了我刚才说的话 在跟我置气 这么一想 顿时觉得他的反应都有了理由 他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早就听到了我方才说的话 恼我不讲情分 恼我薄情寡义 恼我在他快病死的时候 撒手要走 他怎么会知道 他那爹娘要害我性命 我当即拿出火折子 燃褶了油灯 又推醒了他睡着的爹娘 反正他陷下没死 他爹娘总不至于要了我的命 直接敞开了说清楚才好 魏珍 你别试探了 我确实是要走 不过还是说明白了在走好 魏珍的爹娘还在蒙着 眼见儿子醒来 开心得不能自已 我说的话根本没人在意 我尴尬地咳了声 又说了一遍 伯父伯母 你们儿子已经醒了 总不至于还要我的命了吧 当时 面前三人全变了脸色 魏珍呼吸急促了几分 咳嗽又犯了 他念叨着 秀秀 你方才说 我爹娘要你的命 他娘忙来掩饰 藏不住地心虚道 你说的什么话 我们什么时候要害你了 我哼一声 干脆利落地将他那日的话复述了出来 三人面色不同 魏珍是真心难过 他要朝我走来 被他爹娘拦住 于是我定了定神 狠了狠心 从包袱里掏出我正来的几十文钱 反正您儿子没死 这些对你们来说也不重要了 我很感谢魏珍来楼里赎我 又收留了我一段时日 但我也不能再待下去了 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们 但我如今没能力 还是要等我安顿好了才行 你们通融我一段时间吧 我说完一大串子话 魏珍嗓子发紧 似要哭了一样说 现在天黑了 你要去哪里 我不理会他 只将铜钱搁在桌子上后 便趁着夜黑风高 迅速窜出门去 逃之夭夭 只听闻速速的风刮在我耳边 还有屋里那浓重的咳嗽声 弹琴说里 不如小命要紧 我按照原定的计划 先逃到镇上躲了一段时日 幸好卖身器在我自己手里 要不然我还真逃不掉了 绣房的老板果真是个大善人 见我无处可去 就安排了一间小屋子给我 我再三谢过 便在那暂时落下脚 每日在绣房勤勉学习 讨教针法 学会了好些不曾见识过的绣技 我的针线活越发好了 能绣几十种样子 花鸟鱼虫不在话下 还会绣荷包 腰带匀匀 我攒了些钱 给绣房老板交了住房的钱后 剩下的全都攒着 等有朝一日还给魏珍 我整日窝在家里和绣房里 别的地方都不敢走动 怕与魏珍不期而遇 徒增尴尬 但越是避之不及的人或是 总是会最快到来 后来 绣房我都不再敢去了 因为魏珍竟然寻到了那个地方 只说要找一个叫赵秀秀的人 那便是我了 绣房老板来同我说 话里话外有打趣的意思 魏家那个常年病奄奄的小声 竟然是你的 他说到最后 戛然而止 却更像是暗示了我和魏珍有不寻常的关系 是我的债主 我欠他钱了 来要债的 当真 当然是真的 要不我也不至于每天秀得那么拼命 催债就是催命啊 他没说话 我捏着针线的手都有些抖 针尖戳进手里 在帕子上印了一朵红梅 既是这样 那你还是赶紧去见他吧 他脸白得跟聪心似的 身子瘦得风吹就倒 要栽在绣房门口 可怎么办呀 行 行吧 我就去绣房老板走了后 我将攒着的钱都拿出来 足有半两银子 去见了魏珍 他身子当真大好 虽还是有些病弱的样子 但比以往精神都好多了 他立在绣房门前 唇角微泯 脸上有一抹润红 想来是来往的绣娘打去了他几句 他面皮薄 就羞红了脸 不过更给他颖白的脸添了蕴彩 他手里正拿着一册书 崭新的 应该是又拿来抄书的本子 傅一见我 他便朝前挤走了几步 开口询问 秀秀 怎么最近总不在绣房见你 是不是躲着我 只是忙着赚钱罢了 我又没做亏心事 为什么要躲着你 倒是你 不应该休于来见我吗 我发了两句牢骚 然后摸上他的手 摊平后将银子倒在他手心 说 剩下的还需要点时间 我记着这笔账呢 你也不用特意来找我 怕你又出事了 你娘来寻我的命 魏珍的脸明明白净得很 我却似乎能瞧见他面上的红绿青子 他也自知有愧于我 他知道我和他娘有局语 误解很深 却是做不了什么 平心而论 我却是喜欢魏珍的 他为人手里善良 待我也很好 只是还是那句话 我心存芥蒂 不会和时时要害我命的人生活在一起 秀秀 我知道我娘对你误解颇深 你心里有刺 不喜欢她 是应当的 可你一个女子在外面 的确有许多不方便之处 跟我回家吧 我已经让我娘发了事 就算我死了 她也不会再为难你 况且你不是说 我们原是有姻缘的 她脸红红的 前面的话说得坚定 后面又添了抹不自信 什么姻缘 你忘了 是你说不会娶我的 再说 我好不容易走了 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于是我直接说开 读书人本来就耗面子 我这番刺破 她面上又羞又有几分难过 在秀房门前 来来往往走过许多人 有人故意停住 洋装干着自己的事 实际耳朵都竖着听这桩事 便有那么不知事的人来凑热闹 小夫妻闹别扭了 小兄弟 男人不能跟女人那么计较 你该认错就认错 为真扭头去回应她 小生是在认错 只是 不知该如何让她不生气 那人附在她耳边叙叙叨叨了几句 就姿着牙走了 然后青天白日之下 未真不见丝毫犹豫 就这么扑通跪地 她那么薄面皮的人 倒真听信那人的信口胡说 但就算她这样 难道我就会轻易地回心转意 未免太过简单 我原想拉着她的手臂让她起来 又作罢松了手 只对她说 为真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回家 你是真的喜欢我了吗 可你不是说不会娶我 你现在又是什么意思 就这么一副我高他低的姿势 为真仰头看我 她挪动膝盖向我靠近 然后慢慢道来 她的声音平静 眼神复杂 竟有那么一丝悲怯之感 秀秀 你还记得坐牛车回去的那日 其实不是我吹风才发了高热 是我吃了药堂老板抓给我的药 那药是药堂老板遵循古书上制成的 未曾有人试过 但其药性猛烈 能加速病的好转 只是我身子一向弱 我娘说要慢慢养着才行 不让我吃 可我不堪病情困扰 又觉得自己能撑过去 便吃了一粒 到家时 药小发作 才昏迷不醒 差点没挨过去 我已向我娘说明了实情 她也知晓 自己错埋怨了你 之前同你说不喜欢你 是我觉着自己一副病奄奄之态 同你不相配 如今我身子好转了 便又生了那么一丝妄想 秀秀 你之前说喜欢我 不知还做不做数 我心里还打着结 不知该给她什么反应 不过还没等我表态 她又揭许了下文 秀秀 我现在明白了你心里所想 我会处理好我娘的事 再来给你答复 魏珍走了 我心里也有些打鼓 她该如何处理我同她娘之间的事情呢 自然不可能撕破脸皮 那是不孝 但如果从轻处理 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当然也不可能答应 在两者间找到平衡 听起来为难魏珍 可如果她这些处理不好 我又怎么可能心安理得地同她在一起 自从那之后 魏珍没再来找我 我手上坐着刺绣 心里早就思绪翻飞 一会儿想着魏珍和她娘起了争端 被关在屋里 一会儿又想着她听从了她娘的话 要和我做个决断 总之因着这事情 夜里我都睡不大好 秀秀 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做活累了就些些嘛 绣房老板娘来劝我 我摇了摇头 不碍事 只是昨晚没休息好 我现在还欠着人钱 要赶紧还了才心安 那个魏珍小声的 秀秀 有件事我想同你说 她面上突然犹豫了起来 似乎是不知该如何开口 我放下了刺绣 等着她下文 其实是那个魏珍托我给你传话 她说 她说她娘不同意 她没办法平衡和你和她娘之间的关系 她家在中间觉得很为难 还说她已经尽力了 闹过绝食自残 可是她娘年龄大了 几次为她操心 她觉得自己不孝 实在不想再让她娘难过 她说对不起你 没脸亲自跟你说 让我劝你放下 我真是听傻了 感情她前几日跟我说的话 这么快就忘了 还处理我和她母亲的事 结果就是把我给踹掉了 果然男人的话不能当真 不是有话说 父亲多是读书人 老板娘见我面如菜色 赶忙来劝我 秀秀 你别伤心 做不过一个男人而已 没了就没了 她也不是顶好的 我点点头 不过一个男人罢了 我想说我不伤心了 可老板娘还是一脸担忧的样子 你不是说你欠了那小生的钱 我先给你垫上 你慢慢还我就是了 你看你脸色多不好看 还是先谢谢吧 那为真理亏 定然是没脸见你 你见不到她 自然慢慢就会忘了她 那晚 老板娘安慰了我许久 虽然我一直说我没事了 可她还是不放心 还说要我多出去走走 换个环境 换种心情 倒也是真的 于是我在歇了几天之后 开始拼命接绣活 先还了老板娘银子 然后开始攒钱 足有三个月 我一门心思放在刺绣上 攒了些银两后 我和老板娘说离开这个地方 去其他地方闯闯 她稍稍挽留了我一番 当晚给我备了韭菜 说吃饱了好上路 酒足饭饱之后 此日我便坐上了早就备好的马车 准备朝南边去 但车没走多久 就在隔线停下了 一是我储蓄不多 不准备花那么多车钱 二是总有个人跟着我也不是办法 我背着包袱下了车 迅速钻进了某一处小巷 在里面七朵八朵 然后藏好 只看着魏珍在里面绕圈子一样地找我 我早发现了老板娘的不对劲 她同魏珍又不熟 怎么可能替她传话 即便愿意 若魏珍要传的真是那番话 老板娘只会骂她负心汗 然后将她轰走便是 怎么可能原原本本将她的话附述给我 她俩在做戏 还瞒折我 如今魏珍又跟着我 真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魏珍像无头苍蝇一般绕了好几圈才找到我 她来了 我便坐视背着包袱走了 秀秀 她喊我 我不做理会 不过几个月未见 她的精气神好了太多了 你跟在我后头干什么 离那么近 知不知休 我佯装嫌弃 魏珍便朝后退了一步 依旧半近不远地跟着 我们出了巷子 我准备先寻家客栈住一晚 顺便打听一下租房的事宜 只不过这个阵子复述 花销变大 我攒的银子根本抵不了几日 缴纳的租金只够一月住房 我需要再接些绣活 才能维持生计 魏珍跟紧了我 我去哪儿 她也去哪儿 丝毫没有最初那般书生样子 什么规矩礼节 男女大房她也都不在乎了 她还跟我坦白 她的确要求老板娘给她帮了忙 就是要劝我离开 然后她也寻个借口离开她娘 这样既不会伤了母子情分 也可以让我不再受她娘裹挟 你寻了什么借口 我说我要游学 我娘便同意了 那你娘要是知道了你同我在一起 岂不是要抓狂 我是要考科举的 跟你在一起我才有心学习 我娘她会理解的三个月不见 魏珍胡编乱造的能力也大增 只是出来了虽好 但有什么用 连房租都交不起 于是我决定在外面待一个月就回去 可是魏珍却不愿意了 她说要是回去 我肯定不愿意回她家 而是回秀方住 这样她便不能日日见到我了 我没搭理她 近些日子 不光我拼命赶秀活 魏珍也去书四抄书赚些银子 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能见到面 而且魏珍天天忙于抄书 都没工夫看书学习 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浪费光阴 我想劝她回去 但她却实在不愿意 只从兜里摸出一小块碎银地给我 书四老板已经提前预付了我一些工钱 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老板为什么那么好说话 他扭扭捏捏 从屋子里拿出她写的东西给我看 可我不识字 让她念给我听 她又顿时羞红了脸 念念如如 赶狼不修狼 回身就狼暴 汗流珠点点 发乱绿匆匆 我说她之前抄书 为什么避着我 原来抄的是这些银子浪语 她一副端方正直的样子 是怎么好意思写这些的 听得人耳扫 老板说这些画本资买的人多 抄写得快 工钱变多些 这些都是私下里人们偷着买来看的 市面上都是禁书 当然给的工钱变多些 他是真傻 还是胆子太大 我一把合上了他抄写的东西 更坚定了要回去的心思 没钱是小 被抓了就完蛋了 一个月的房租到期之前 我让魏珍赶紧抄完了约定的书 然后收拾东西离开 她不情不愿 还是被我一把抓进了车厢 不过等马车动起来 魏珍样样不快的面色才有了好转 她掀开车帘向外看 暖风袭袭 绿云冉冉 她顿时明了 语气开朗起来 秀秀 我们去哪里 我哼了两声 继续向南边走走 我见你在家的时候也抄了不少画本资 还是先避避风头算了 其实不光是这 回去的话就难免让我想到以前的不快 还是眼不见为净 但越走越远 就缺银子 我一人做活难免太累 魏珍 既然你要和我在一起 那咱俩就共同努力 我接绣活 你继续抄书 不过你以后要抄写正经书 同时也不能忘了考功名的事 我要实时鞭策它 所谓士农工商 考科举才是重要的事 我们总不能一直租房 一直漂泊流浪 另外 你赚的钱要交给我保管 这些可行 魏珍听得认真 我话罢 她便接着说 当然可以 秀秀 我听你的 答应得倒是挺快 魏珍真是挺傻的 万一我是个骗子 早把她吃干抹镜绑了卖钱了 但幸好我不是 马车咕噜向前转 日头高朗 鸟啾啾 石油暖风窜进车厢 吹拂着我们的面庞 我又记起仪式 魏珍 等到了地方 你要教我识字 我们租了新的屋子 价钱比值钱的低 屋子也小了许多 但日子十分田径安然 我和魏珍白天各自做活 到了晚上 她挑灯温书 等着来年下场参加俯试 而我坐在一旁识些字 不识字还是不行的 特别容易被人骗 原先没有机会 现在我学得很起劲 经过长期耳濡目染 加上用心 小有成效 我很得意地跟魏珍说 她笑笑夸我厉害 然后写些字 让我照着描 当作炼子 寻常时候魏珍会学到很晚 今日也不例外 虽然我多次提醒她 要照顾身体 她还是一如既往 说自己丢了很多功课 要好好弥补回来 于是我便由着她 等她累得睡着后 便将她扶回床上 今晚同样如此 不过昏黄微弱的油灯下 掉出了一张帕子 我捏起来看 却是针脚不齐 布料也糙 但红的帕子上绣了一对鸳鸯 她藏着的帕子是我之前绣的 不过上面好像多了些小字 好在我识了字 上面写着 愿坐远方寿 步步比尖行 愿坐深山木 支支连里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